今天的財經消費話題 跟大家來聊聊 大家會覺得臺灣是一個先進國家 可是有人提出疑問了 說臺灣微停的狀況這麼多 而且又低薪 哪裡向先進國家呢 他就提到幾個缺點 我們來看看 一個就是剛剛所說到的違規停車 那還有很多人說 我們臺灣是行人地獄交通很亂 這也是一個缺點 另外呢 違章建築也很多 甚至最近又爆發了食安的議題 還有就是所謂的長期低薪的狀況 這些缺點就被大家討論說 那這樣子我們臺灣 到底算不算一個先進的國家呢 所以有人就上網發問 笑說哪一點像先進國家呀 好 不過其實我們臺灣的優點 也還是蠻多的 像是有一些網友就提出來了 有兩個字覺得臺灣的 這個狀況是非常好 也就是治安 好 就說呢 其實我們的治安 算是北歐等級的 還有人說現在半夜趕在外面到處跑 就是因為覺得很安全 甚至覺得有安心感 那除了治安之外呢 犯罪率低 也是大家認為臺灣的一大優點 另外在醫療部分呢 我們的健保醫療系統 也是人人所稱讚的 好 所以引起現在大家這樣子的討論了 那剛好提到有一個點就是低薪啦 好 我們來看看呢 這是一位臺大的畢業生 是社會新鮮人 他就說他想要進科技業 可是現在科技業很動嗎 因為他到現在還沒上岸 意思就是還沒找到自己 真的想要去升任的工作 最主要呢 在竹科這邊呢 去年二零二三年 是有爆發裁員潮的 那現在景氣呢 也覺得好像沒有復甦 像是這位臺大畢業的新鮮人 他就說到了 去年畢業到現在 自己還沒上岸 投過了好多的履歷 可是都沒有下文 他的目標是什麼呢 原來他希望他的年薪 可以來到一百五十萬 那希望能在臺商 或者是外商軟體公司來工作 那他現在拿到的offer 包括了一些職缺 他現在拿到的大概是一年 一百零五萬的年薪 外界的人可能覺得 這個年薪也還不錯啊 但他總覺得不是他的一百五十萬年薪的目標 他上網一發文之後呢 好多人也給他建議 有些人就說 年資兩三年之後 就很好跳槽啦 還有人說第一份工作 先求有再求好 你又是怎麼看的呢 那說到面試工作啊 大家可能會遇過這樣的狀況 就是面試的時候會問你 你上一份薪水是多少 好就有人說了 自己面試的時候 遇到這個情況 會被問上一份薪水 那到底要不要在這個空格裡面 寫上去 上一份薪水是多少錢呢 現在分成兩派 一派是要寫 一派是不寫 主張要寫的呢 就說就可以寫月薪就好啦 那也有人說要寫清楚 要把自己的加班費 跟績效獎金 通通算進去 寫在那框框中 那也有人說 你可以用年薪除以十二 再寫上去這個空格 不過有好多人覺得說 不需要寫啊 像有人主張說 要只給他們期望的薪資 不然呢到最後啊 就是浪費時間 還有人說這是人資拿來當資料庫的 你寫下去就變成資料庫 讓他蒐集到了 那還有人主張是不寫 是說呢 假設主管真的有開口問 才會說 到底是要寫還是不寫呢 這人力銀行 也有一個建議啊 就說其實呢 大家是可以填薪水的區階 這是幫助企業了解行情 那當然啦 寫或不寫都是你的自由 所以呢 寫比較好 還是不寫比較有幫助 恐怕也還是見仁見智的啦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正確的視頻